第578集 减了个便宜 莫小鱼想去看看拓拔青碗名下公司经营的情况 但是呢 他发现自己对拓拔青碗简直是一点都不熟悉 最熟悉的一个预期店就是莫小鱼遇到宗书的潘家园的门店 无奈 莫小鱼只能去潘家园看看宗书是不是在店里 他想啊 既然宗书那么暗示他 又收了自己的钱 那就该给自己点信息 至少也应该知道拓拔青碗在京城的其他店在什么位置 按照潘信宇的说法 拓拔青碗作账只是做了七八分之一 那么多的钱都被转走了 这让莫小鱼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一大早 拓拔青碗正要去上班 没想到门一开 黄俊才就站在了门口 一脸坏笑的看着拓拔青碗 而拓拔青碗一脸寒霜 根本就没好脸色 你来干什么 拓拔青碗一脸的鄙夷问道 但是黄俊才呢 却没有一点不满 反而是向前走了一步 吓得拓拔青碗急速后退 这才没被他撞上 这个时候 拓拔青碗的母亲拓拔景阳 听到了门口有人说话 脸色也是一变 拓拔青碗狠狠地瞪了一眼黄俊才 看都没看自己的母亲一眼 出门下楼离开了家 坐进汽车里后 眼泪是止不住的流下来 久久都没有发动汽车离开小区 哎呀 你 你怎么又来了呀 拓拔景阳在女儿走了之后 不由地埋怨道 黄俊才没理会他 而是走到了房间的窗口 看着楼下的汽车 这个时候拓拔景阳走了过来 黄俊才笑笑说道 哼 我这不是怕阿姨一个人在家寂寞吗 我来陪您说说话 聊聊天 干点家务什么的 再说了 有青碗在外面赚钱 那不就行了吗 我的任务 只是好好地陪着阿姨就行了 您说呢 黄俊才一转身 抓住了拓拔景阳的手 年纪虽然不小了 但是保养得很好 这手摸起来跟大姑娘似的 拓拔景阳想要抽回去 但是被黄俊才死死地抓住 挣扎了一下 也只能是认命了 看着黄俊才色眯眯的眼神 拓拔景阳心里一阵哀叹 自己一时糊涂 竟让这个狗东西给抓住了把柄 现在好了 怎么都不能挣脱了 害得连累了女儿 这个狗东西就是个无底洞 据女儿说 已经从公司要走了几千万 还不满足 现在还在不停地纠缠自己 这事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否则自己就真没脸活了 要说这黄俊才这小子 是个人才 每次去找拓拔青碗都是碰壁而回 从未得到好脸色 但是好在拓拔景阳对自己不错 所以这家伙就转移了方向 希望先突破拓拔青碗的母亲 让他施压 于是有事没事就往他家里跑 不是送东西就是帮着干点啥 但是前不久的一天晚上 拓拔青碗急着出货 所以没回家 但是拓拔景阳居然发起了高烧 是黄俊才一直在身边照顾他 可是这小子没安好心 终于趁着拓拔景阳半醒半睡间摸到了他的床上 拓拔景阳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是多年来都是养尊处优 而且因为是一个大人物的外宅 也不敢找其他男人 这样一来 让黄俊才捡了个便宜 干柴烈火的居然和黄俊才滚到了一起 这有些事呢 一旦做过就没地买后悔药去 天一亮 拓拔景阳虽然大骂黄俊才是个畜生 趁人之危 但是当他再一次把黄俊才一巴掌打在床上 并且扑倒在床上之后 就再也没敢反抗 并且一再地威胁要拓拔景阳 尽快地把拓拔青碗许配给他 两个人要尽快结婚 这个家伙想的好事 把拓拔景阳吓了一跳 这狗东西是想一窝断哪 从此之后的这些日子 黄俊才几乎是长在拓拔青碗家了 由最初的反抗和不满 到后来的逆来顺受 再到现在的无奈接受 拓拔景阳的内心历程谁都不知道 但是拓拔青碗所知道的是 黄俊才拿着拍的母亲的照片 威胁他 从公司里提走了几千万 这是真实的 可是那些实量 那都是自己和莫小鱼合作的基础 换句话来说 那些东西是自己空手套白狼得来的 自己要是再坑莫小鱼 这良心上实在说不过去啊 正是因为内心存在着深深的内疚 所以莫小鱼来要钱的时候 他才倾囊相守 因为这事啊 没法解释 也不能跟外人说 他现在的心情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等哪天要是败露了 自己的日子也就算到头了 哎呦 宗叔啊 今儿没去公司啊 莫小鱼运气不错 宗叔正在潘家人店里盘货呢 哎 还没走呢 哎呦 我以为你都走了呢 来来来来 进来坐吧 宗叔见莫小鱼找上门来 心里有点紧张 毕竟这是在店里 这里有没有老板的眼线 这很难说呀 于是莫小鱼跟着宗叔 进了后院的客厅 宗叔看了看外面 关上门 小声问道 哎 你怎么还没走啊 啊 你还真想搞明白怎么回事 是不是 哎呀 我看呢 算了吧 啊 这事你搞不明白 以后啊 你多来几次 能要多少就要多少啊 宗叔啊 我调查过了 从我们的石头运来 你们一共是卖了八千多万 当时讲好的五五分成 但现在呢 啊 我拿到了七分之一 太坑人了吧 这个 这事闹不明白 我是傻子吗 我 莫小鱼不满的说道 宗叔低头想了一下 说道 啊 对 你说的这个数字 差不多 就是八千多万的样子 但是这又能如何呢 啊 你没有任何的证据 你能把它怎么样 宗叔啊 你知道黄俊才这个人吗 啊 我见过这个人 一直在追求清晚 还因为这事闹过误会 那些钱好像都转到黄俊才的名下了 这怎么解释啊 莫小鱼问道 那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又不是财务 你要这么说的话 是不是清晚和那个黄俊才 合谋把这钱赢了呀 啊 有这可能啊 这黄俊才 我见过 但是没大注意 我从来也不关心这事 所以啊 宗叔啊 我还要在京城再待上几天 哎 这样好不好 如果你去公司 如果你看到那个黄俊才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想见见这个人 莫小鱼说道 啊 这没问题 但是你去找他 你还不如去找拓拔清晚 问个明白得了 找清晚是没问题 但是我还要和他合作 那么多石头都在他手里呢 万一这事闹翻脸了 我怎么办 所以还是先从外围调查一下 搞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事 再说也不迟啊 对吧 莫小鱼说道 你还不过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